国民党在今天傍晚将会采建 吴思瑶的选区宣讲 被解读那是剑指吴思瑶 而立委李燕秀表示 选在士林北投出发 是因为蓝营在这里没有立委 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陈佑 回到现场 我们今天邀请到立委李燕秀来到了现场 委员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所以我们来看到 今天国民党要继续来进行宣讲 选在士林北投石牌捷运站 今天是五位国民党的台北的立委 都会到包含委员本人 王宏威 赖世保 然后徐晓星以及罗志强 这五个人都会来到场 委员可不可以先把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活动 以及说大家都在想说 这是不是采到士林北投 要来建制吴思瑶了 我们今天下午五点二十分 我们台北市总共有五席党结立法委员 都会在石牌捷运站一号出口 做国会改革的宣讲 其实非常单纯 其实就是把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在国会的努力 包括国会改革真正的内容 以及我们在这段时间 无论是巴士亮表的改革 还有包括健保长辈的相关的 一些补贴的制度 我们还有包括国民党坚持 反Face的议题 我们做更多的说明 包括在这段时间 国会改革的实施内容 被民进党扭曲 所以我们觉得 五席党籍的立法委员 都是区域立委 刚好我们在中正万华 士林北投 我们是没有党籍立委 所以我们特别首赞 五席立法委员联合在一起 第一场对外的宣讲 就选在士林北投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那一区我们没有党籍立法委员 那只是在这段时间 我们都可以看到 国会改革实质的内容 很多都被民进党 或者是側翼带风向扭曲 所以我们五席 其实非常单纯 就是在选在第一站 合体选在士林北投 做对外的沟通 就是要把这些 国民党所推的这些法案 把它讲清楚 不容这个民进党 继续的造谣抹黑 那谈完了今天下午的宣讲之后 我们要继续来看 罢免谢国梁 现在这个差梁团体 非常的高潮 因为他们就说 哇 我这个联署的分数 已经达标了 那现在看起来 国民党对于整个罢梁的行动 应该也不像是 过去这样冷处理了 看起来是要来 热战的来进行 那谢国梁今天也会 跟党中要来进行对接 委员会觉得说 在处理整个罢梁行动 包含什么舆论上面 地毯式的宣讲的部分 国民党要怎么样来应战 其实罢免分三个阶段 第一第二阶段 其实被罢免者 都会希望低调来处理 但是我想现阶段 以民进党的手法来说 其实恐怕很难冷处理 从过去几件 包括韩院长在高雄 被罢免的事件 其实都是热战 所以我觉得 我们认为在作战上 我觉得会有很多 不同的做法 但是第一 我们都还是尊重当事人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会把它当作是整个党 对于整件事情 我们会整体一起来合作 特别是当时公民团体也好 他当时罢免了 谢国良市场最主要的理由 是因为 金融的东岸广场的事件 Net事件 但是这件事情 司法已经还给谢国良市长清白 代表说谢国良市长 事实上在处理东岸商场 这件事情是捍卫基隆的市场 市民的市场 所以我觉得这第一时间 已经还给谢国良清白 但是我们看到 民进党在背后操作 特别是林又昌秘书长 在背后操作 是为反对而反对 为罢免而罢免 牺牲基隆市民的权益 谢国良市长是捍卫基隆的市场 那林又昌在背后做主导 其实背后就是害怕 国民党包括谢国良市长 过去这一年多 在谢国良市长任内 其实捡了很多林又昌的烂摊子 包括变更设计 包括该启用的没有启用 有三四个大的案子 上个星期 我们才在党中间开记者会 都凸显 其实民进党在背后做操作 其实背后担心的就是 国民党在任的很多议题 都怕我们揭穿很多的弊案 从国会改革的 民进党的强力的反弹 过去民进党长期的主张跟理想 那现在执政之后 完全忘了国会改革这件事情 那背后目的就是要操作罢免 操作罢免的理由 其实就还是希望掌握国会的多数 或者是掌握现在各县市 县长的这些位置 为了就是担心害怕 国民党把过去民进党在执政过程当中 弊案一件一件翻开来 这就是民进党害怕的原因 当然背后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是 现在赖清德刚上任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看到内政拿不出好的成绩 两岸的问题 通膨的问题 贫富差距的问题 薪资落差的问题 年轻人看不到未来 房价也越涨越高 这都是赖清德的问题 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内政的问题 就用外部的议题来去凝聚 掩盖民进党 然后借这些议题来凝聚 民进党内部来凝聚它的双少数 所以这就是赖清德 这个执政呢 没办法 但是就是用这些奥部来去凝聚 但是就是背后 其实民进党做的每一个动作 都开始在操作后续的大罢免 那当然谢国良就是第一站 后续明年2月1号 立法委员上任一周年之后 他也开始可以行事罢免 这都是民进党背后在操作罢免 为了就是未来国会 他仍旧可以掌握多数 罢免成功之后就可以补选 那如果民进党有机会补选上的话 变成对国会的多数 或者借由国会的再增加几席 然后再跟其他在野党的合作 所以这都是民进党背后的居心 就是牺牲民众的利益 然后人民的利益背后要操作大罢免 然后背后去获取民进党的政治利益 是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委员的宝贵时间 谢谢委员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这个霸凉的行动 国民党看起来也开始要来正面迎战了 但民进党的操作手法 启动了这种仇恨动员 但是背后的用意该委员揭露得很明显 就是都是为了自己政党的利益 所以把社会搞得动荡不安 赖清德 林又昌 他们也都在所不惜 相信我们接下来的国会最新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